众所周知凭借着更好的实用性和通过性 造SUV成了很多车企打开市场的一条捷径 像是很多新势力品牌都是由此 不过仅仅只是造SUV肯定是不行的 要想彰显这个车企的研发能力 那么传统的轿车领域是他们必须要功课的难点 所以在历经007和Jet03之后 和创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第一款轿车产品 A06 好 创A064基于HGA这样一个全新架构打造了 它整体一个定位是一个纯电中型轿跑 可能大家在图片或者是视频上看这台车会有点奇怪 但请相信我实抽会好看很多 特别是前方正上方45度这个角度看下去 是它最好看的一个角度 另外可以看到它整体有很多一些饱满的曲线 让它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流畅更为性感 所以它的风阻系数可以做到0.217cd 要知道量产车里面风阻系数最好的EQS也只是0.2cd而已 这样一个造型会让它的整个能耗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它整个尾部的设计是很简洁的 特别是这条贯穿式的灯带 它看上去是非常精细的 并且点亮之后的辨识度和对比度都是很高的 另外就是它下方保险杠区域 它会让整个尾部看起来更有诚实感 还有就是这台车并没有采用完全鲜背式的设计 不过这个开口也是比一般三腔车都要大了 并且它里面的容积都是很可观了 并没有因为整个造型而吸引掉这台车的一个实用性 这方面合创A06就是一个比较简约的设计风格了 这也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体惯用的设计手法 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当然舒服的不只是观感还有它摸起来的手感 可以看到它整车采用了大量的软皮包裹 基本上你手摸到的地方都是软的 还有它细节上它一些材料的拼接 它颜色的搭配都是让人感觉到有点眼前一亮的效果的 所以大家还是通过空镜好好看一下吧 全车大部分的功能都集中在了这一块14.6英寸的大屏上 它是全系车型的标配 并且还有8155的芯片 所以它的开机速度和整体的操作流畅度都是很好的 并且合创自己设计的UI都是挺好看的 除此之外呢 它整体的一个操作逻辑 还有它整个菜单的一个显示直观程度都是非常好的 用起来非常顺手 另外有个细节点也是很值得一说的 是这个向上的空调出风口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冷风沿着这个A柱向上吹 降下来之后形成风目 并不会对人体进行直吹 从而带来更好的更舒服的体感 并且后排同样也是能够享受得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能够给前挡风玻璃 以及全景天幕降温 从而营造出更舒心的乘坐质感 后排就是很主流的空间表现了 整体并不算很大 是够用的水平 最主要的还是它的这张座椅 特别是前面这张 别看它的座椅 看起来这造型比较运动啊 其实它整个承托 它整个厚实度都是很好的 并且它整体的质感很棒 而且它里面的填充都是很软的 所以坐起来十分舒服 所以问题就来了 它整个外观看起来那么运动 并且它的车厢那么舒适 那么它开起来到底是运动还是舒适的呢 我们开车走起 和创A06全系有三款车型 有三种动力 其中中低配都是配置的前置前驱电机 只是电机的功率有所不同而已 而你想要有炸裂的性能 那么顶配的双电机四驱Performer的版本 就可以做到340千瓦534牛米 那个车它零把加速可以做到3.7秒 而我们这台中配的630C 应该是最走量的版本 它有160千瓦225牛米的数据 算是比较主流的表现了 开起来的感觉跟大部分电动车是一样的 首先是电机的响应很快 提速起来很干脆很积极 并且整个输出的过程都是很线性很连贯的 这种特性在四驱开起来是很让人觉得畅快的 而这种畅快的驾驶感也会带来活泼灵活的驾驶质感 不会说是过于齿钝或者是过于敏感 它有四种驾驶模式 经济舒适运动之间的差别就是电门响应速度上的老套路了 最特别是它有一个专属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它可以调节动能回收的力度 动力输出的响应速度 并且它们可调的急速是非常多的 基本上每个驾驶者都能在这个模式里面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驾驶模式 这点是很值得其他车企去学习一下的 其实A06最让人意外的还是它的底盘 完全就是舒适的取向了 悬挂整体的调校是偏软的 过坑过坎甚至是过很多一些破损的路面 这套悬挂的滤震效果都是很好的 整个弹跳的动作很快也很干脆 呈现出来的韧性也是符合大家期待的 不过相对硬的 这台车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的感觉了 较远的水平挂无论是快速过一个弯 还是编一个道 你都会觉得这台车的支撑性是不够强的 并且整个车身在弯中的跟进也是比较一般 所以日常这台车是不太适合激进的去开的 轻轻松松缓一点去城市里面驾驶 才是这台车正确的打开方式 OK 试完车了 总体来说这台A06还是台很不错的车子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能够造一台轿车 合创本身的勇气就已经值得点赞了 更何况这台A06它整体一个轿跑范 它的车厢质感 它的科技化水平 以及它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 在同级车型中都是很能打的 而且别忘了 它的定位还是一台中型轿跑 像是我们这个630C的版本 它的售价也仅仅是19万9千8 它的性价比又是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用作家用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在广州车展上 合创还给我们带来了它的最新MPV车型 V09那台车的设计同样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进取的品牌 大家其实可以好好关注一波 好 好 感谢观看